华为4875G1不是普通电源的放大版 而是一场工程精神的具象化展示 它把电能转换这件事做到了几乎没有侥幸的极限 它不是快充也不是家用 它是被误入民用世界的工业武器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桌上的主节就是被网友吸称为华为大炮的服务器电源 而4875G1单台额定功率接近4000瓦 默认53.5V效率能干到97% 这东西原本是基站和服务器的心脏 却被玩家硬生生的改成了电动车的快充神器 为什么因为它的电路密度可靠性和功率储备 几乎碾压市面上所有的小砖头 那么有人要问了为啥今天我们不上机测试 答案很简单啊 这不是成品充电器想取电必须改装 而且它的功率太夸张了 咱们手里也没有把它拉满的怪兽级负载仪 与其硬拽数字不如用纯拆解 把它的电路骨架掰开 一点点讲透它为什么能活到圈子里人人追捧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拆解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电源的规格参数 型号是R4875G1 输入是100-240V 全球电压的 输出规格是53.5V 最大电流可以输出75A 也就是近4000瓦的功率 再给大家重复一遍拆解电源有触电的风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我们先把外壳上面所有的螺丝全部卸掉 卸完螺丝我们就可以打开散盖 散盖这个钢板还是非常厚的 底部有麦拉片做绝缘处理 内部的元器件布局非常的规整啊 两侧为铝合金的散热片 而且是加厚的 中间这里还有一块小板 用白色的麦拉片把它隔开的 电源侧面还有几颗螺丝我们都把它卸掉 卸掉以后我们拿出前盖 这个锁扣是用来挂在服务器上面的 风扇排线我们把它断开 拿出底盖 底部的钢板同样是加厚的 有白色的麦拉片做绝缘处理 风扇螺丝卸掉 拿出这个风扇 只要是有芯片的地方 都打了散烦机进行防护 小板隔离用的麦拉片 电源中间的一块小主板 电源旁边两根散热片 上面有各种功率细节 底部还有缓震胶条 中间的一个整流桥模块 现在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模块 然后我把这个全部拆散 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 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 电源旁边对待一下 电源旁边的部份 电源旁边对待一下 电源旁边有的电源旁边 电源旁边的电源旁边 更多快感谢 电源旁边水分 里面基本 刚开始 电源旁边 猜到这里 我们终于能看清这台华为大炮的底色 这不是普通一一上的服务器电源 而是一台为能量管理而生的战斗机器 电路的层次感逻辑划分功率分布 都精确的向工程图纸直接被印到金属里 主控采用的是双MCU架构 信号隔离功率驱动逻辑分配各自独立 在这台电源里控制不再是模拟调节 而是数字级的指令执行 它不像是通电更像是在计算能量 整机电路布局极端紧凑 没有一根走线是多余的 每一个驱动每一个采样点都被独立屏蔽管理 这种洁癖式设计让人第一反应不是省成本 而是效率之上 而在功率区我们看到的是一整套堆叠式托补 PFC区的体积压得很低 但能承受恐怖的浪涌 而主功率区的不限方式明显是为高频高速切换而生的 这意味着它不是靠猛料堆性能 而是靠架构碾压同类 不过也正因为它走得太极端 它的控制策略驱动逻辑 甚至是电池兼容布局都和传统的充电器 完全不是一个思路 看似冷静 实际每个节点都在逼近极限 为什么它能被发烧友称为华为大炮 为什么几乎所有的高功率改装都绕不开它 这些答案都藏在它那套几乎变态级的 主功率架构里 接下来我们就该看看它的每一颗芯片 每一组驱动是怎样让这台电源爆发的 这台大炮不是靠几颗芯片堆上器 而是有一套大佬加值型的调度系统 把能量按节奏推进 核心是两颗一法半导体 STM32F334 微控制机MCU芯片 一颗钉系统管理 并基协调和通讯 一颗钉功率控制 PWM输出与保护时序 一法半导体成立于1987年 长期生根电源控制与混合信号 F334系列的MCU带高速定时器和比较器 专为电源场景准备 通信走Can 总线收发器用的是 荷兰N字部的TGA1051 负责与机框或上位机适时交互 N字部2006年成立全球半导体大厂 接口与车轨器件口碑稳定 控制域和功率域之间 以苏州纳性微电子NSI8121数字隔离器 再加上一支小型隔离驱动变压器 把地线与噪声路径切开 DVDT再高也能说清话 那行为2013年成立 专注高性能高可靠模拟及混合芯片设计 高紧和模拟量反馈 走一光电子EL1018光偶四颗 细形链条独立安全 一光电子1983年成立台湾成熟的光偶供应商 参数与校准落在依法的MR4256-BW EEPROOM芯片上 现场更换或者并计时配置能无缝继承 这是服务器设备常见的工程化做法 时序与安全又硬件斗底 板上采用荷兰安氏半导体出品的芯片 组成逻辑矩阵 羽门芯片74LVC08A 74LVCG08 适应为V08 货门芯片74LVC1G32 适应为VG 反向器芯片74LVC2G04 适应型号为V04 74AUP2G04 适应型号为P4 他们把驱动许可 死驱紧急关断固化为硬件条件 一旦MSU异常 先由硬件切断三级 安氏半导体2017年成立 全球领先的分离器件 逻辑器件 与MOSFIT器件专业制造商 各电路模块推动级 由一法半导体的驱动系芯片 PM8834组成 具体的连法和时序细节 放在后面的功率级章节 再展开 双MSU分工 总线隔离 逻辑互锁 分级驱动 这是一套服务器级的指挥系统 节奏先稳住 后面的千瓦级功率 才敢全速推进 电池干扰抑制电路 输入端首先要把脏东西拦在外面 把自家的噪声压在里面 上电还得温柔 经线第一道防护是 台湾功德电子两颗 33A 250V 快速熔断管状保险丝 在极端故障时 先切断用于保护后级电路 功德电子1977年成立 专做保险丝类保护元件 随后进入双级滤波 厦门法拉电子出品的 X2安硅薄膜电容 1.5微法275V 配合第一级环形供膜电感 先压插膜 结供膜 法拉电子成立时间可以追溯到 1955年 为中国最大的薄膜电容器制造商 两颗安硅外电容 来自台湾华星科技 他们把高频噪声 直接送回大地 华星科技1992年成立 全球理线的被动元器电制造商 在两极供膜电感之间 再插一支法拉电子X2安硅电容 跟前面那一支 规格是一样的 1.5微法 把插膜的高频再细一遍 前后频段都照顾到 这是这个电源的两个供膜电感 又很粗的气泡线 分组进行绕制 内部的磁心 还有耐高温的绝缘胶带 残绕进行保护 浪泳采用两段式吸收 首先是深圳 槟城电子的1500M 气体放电管 负责先顶掉高能量 短时间雷击级的大浪泳 槟城电子 1999年成立 国内领先的防护器件制造商 随后 日本TDK ABCOS的三颗S20K460K1 压米电阻 把尖锋吸收干净 TDK成立于1935年 被动器件国际老牌 ABCOS是他旗下的子品牌 这里还穿了一只 四川永星电子 5瓦75欧的水泥电阻 先限流 永星电子 1966年成立 国家大二型电子元件生产企业 国防科工委认定的 一类军工定点生产厂家 母线充吻号 由厦门红发电生出品的H161F-WG电器 26A250V旁路 红发电生 1984年成立 国产G电器头部企业 整流 由乐山无线电出品的 两只大电流扁桥完成 35A1000V 25A800V 两个组合 提供稳态直流给下游PFC 乐山无线电 1971年成立 国内老牌分立器件厂商 这一整套EMI 先断再绿 先泄红 后西风 先泄流 后旁路 入口处理干净 温和 且可过标 后级功率变换 就有了低阻抗 低噪声的地基 双向交错式 PFC功率因素 矫正电路 把功率因素拉满 这是PFC的任务 这里不是单路 而是两路180度交错 两套生压单元 轮流工作 等效频率提高 输入电流更圆滑 THD降低 PF更接近E PFC核心控制器 为依法的STM32F334 这边放了两颗TS3021 轨道轨高速比较器 做环路运值裁决 配备一颗PM8834 作为三级驱动 这一整套数字算法 加高速执行 落地准确 硬件层还有安氏半导体的74LVC08 与74LVC2G04 做许可与死区互锁 软件之外 再加一道硬刹车 功率器件 选的是德国英飞林出名的 库尔莫斯系列 大功率MOSFI的两颗 型号为IPW65R041 CFD 导通电阻低 恢复损耗小 德国英飞林1999年成立 前身为西门子半导体 全球功率半导体领军企业 深压整流管同样是两颗 来自日本金磁集团出品的 大功率快恢复二期管 型号为KSF30H60 金磁成立于1959年 电子部件跨国大厂 两支日本KOA初识会社出品的 五毫分流电阻 负责电流采样 上面的丝印被我洗掉了 KOA创立于1940年 专注精密功率电阻 全球知名的电子元机件制造商 这支零星的大块头是 一体双绕组交错式PFC电感 两项偶合可以让文波在磁路里互相抵消 体积和温和都更友好 母线端挂两支台湾立龙电子出品的 LSG系列 470V4 450V电解 把400V级的直流稳住 立龙电子 1976年成立台系铝电解老牌企业 两项交错把电流叼得更顺 数字环路与硬件互锁 把动态与安全拉满 母线更平稳 为斜阵级提供高质量直流输入 效率的关键在这里 主功率采用全桥LRC斜阵变换架构 采用四颗日本东智半导地出品的 大功率MOSFI的开关管 组成全桥拓部 型号为TK49N65W5 东智是一家成立于1875年的 日本跨国高科技企业 高屏下配置携针电感 型号为LPQ31-01 与六颗法拉电子 104J630V薄膜电容 三并为一组 一共两组 让开关在电压电流接近为0的时刻转换 开关损耗显著下降 携针电容的旁边 安放两颗乐三无线练的UF5408G 开关二级管 承担过冲前卫与序流 把反关和尖锋硬力压住 这是提高长期可靠性的工程细节 LRC驱动链走的是分级隔离 副板一颗EVA PM8834 加小型驱动变压器 先把控制信号隔离并整形 主板供逆侧 再贴两颗PM8834 进三驱动 驱动回路最短 对称性最好 抗工膜最强 主变压器不用一支来扛 而是用的两支并联 每支初级两个引脚 次级三个引脚 中间那条后铜带 专管大电流汇流 双磁心分流降损 热点更难形成 次级整流用 英飞宁出品的NMOS 一共用了六颗 型号为IPP075N15N3G 三颗一组 并联进行同步整流 导通电阻摊薄 发热更均匀 逻辑侧 用暗式半导体的 雨门芯片 货门芯片 反向机芯片 对许可关断 脉冲整形 再做一次硬件管理 输出滤波 则是走的服务器配方 日本贵民工 诸诗会社 出品的KYB系列 680微法 63伏电解电容 8颗 再加一颗KY系列 470微法 63伏电解电容 总容量5910微法 特点是高纹波 低阻抗 长寿命 贵民工1931年成立 是日系 女电解 三巨头之一 再叠加一支输出 共膜电杆 和数颗法拉电子的 薄膜电容 宽屏段 把高屏 残余抹屏 纹波表现 干净 还有一颗 长洲新型电子的 绿色NTC热平电阻 用于刺激输出线流 和热补偿 双功能器件 它让输出滤波 和整流环节 在大电流启动时 更加安全 新型电子 1996年成立 专注电子保护元件的 研发与生产 拓扑选对 驱动坐镜 磁剑并连 整流并连 加上宽屏滤波 效率 温身 纹波 三件事 同时照顾到 这就是华为大炮 轮火的工程底层 大电路之外 需要一套先行的小电源 把控制 驱动 风扇 和指示的样活好 这路辅助电源 现金乐善无线电的 15R1000V 扁桥整流 型号GBU15K 为了不让这路电路 把噪声回关到主系统 板上继续安排了 法拉电子 1.5V 450V 薄膜电容 X2电容 2.2V 275V Y2电容 103M 300V 两颗 三种电容 组合进行使用 再由日本TDK AppCost 120V 450V 高压电解 做高压平滑 核心控制器 选用的 德国英飞零 ICE-RQR2280G 在轻载效率 与启动速度上 更占优势 贴片式辅助变压器 把体积和漏杆都压下去 走线更短 干扰更小 刺激采用 日本V4半导体出品的 1G03 消退机二极管整流 后面兼两颗 100V16V固态电容 和5颗MLCC 组合进行滤波 把低压直流 磨得很干净 专攻MSU 驱动与逻辑 整机散热 交给日本尼德科出品的 2V小飓风电扇 独立供电 按策略条数 尼德科1973年成立 风扇电机领域的头部玩家 前面的小LED板 把电源状态明确展示出来 维护更直观 辅助电源先一步自举 稳压独立 噪声滴 散热可控 控制欲稳定了 主功率才能放心的 冲到极限 这台型号4875G1的 华为服务器电源 在玩家圈被叫成大炮 不是夸张的厘称 而是一种真实的敬意 它代表着工业电源 在结构 性能与寿命层的 极限实现 整机架构是典型的 双MSU全数字控制 加交错式PFC 加全桥LRC协证组电源 逻辑 保护 时序 完全由数字散法调度 整机的每一次通断 都有硬件互锁 双路检测 延时判定 这里没有侥幸 只有确定 从输入到输出 把电力转换的完整电路 做到了近乎完美 EMI端的 先泻红 再西风 再线流 再旁路 层层低进 稳如防线 这套组合不是民用配置 而是通信级标准 PFC一段 采用双箱交错设计 加上 英飞林MOS 与金磁的超快二级管 在满载输出下 依然保持 极高的功率因素 与低斜波 这是一种追求 纯净输入的设计哲学 主功率部分 更狠 全桥LRC架构 四颗东芝大管 英飞林的大电流MOS同步整流 两支并联的变压器 携震网络 再配上多级隔离 近三驱动不知严谨 这种架构 真正能在几千瓦 下长时间满载 做到不喘气 输出端的电容阵列 也极具诚意 9颗日本贵民工系列的电解 法拉电子的薄膜电容 共膜电感 联合滤波 输出纹波 被压到极低 热稳定 负载调整率 全在服务器标准范围之内 而辅助电源那套ICE-2QR2280机 加ALQ112 加尼德科风扇的独立供电系统 更是整个系统能长时间保持 安定运行的关键 它确保控制域 先于功率域启动 优雅关断 散热 电控 告警 互不干扰 整机所有的关键器件 英飞林 东芝 金池 桂民工 法拉 红发等等 每一家都有10年以上的工业底子 这不是拼料堆料 而是用成熟可靠的体系 做极限规格的实现 客观的说 这台华为大炮电源 不是轻盈 也不讲究美感 但每一个零件 每一个逻辑 都在为一个目的服务 稳定 精准 耐久 它的功率密度 不是极端的 但稳定度 与冗云度 是压倒性的 发烧友把它改成 电动车充电器 不是为了炫技 而是因为它能在 长时高负载下 仍然保持 高效率和低温升 这就是工业级电源 和消费级快充的 本质差别 一句话总结 华为4875G1 不是普通电源的放大版 而是一场 工程精神的 具象化展示 它把电能转换这件事 做到了几乎 没有侥幸的极限 它不是快充 也不是家用 它是被误入 民用世界的工业武器 测试为了了解 才是为了真相 认真车灾客观输出 我是灵火车灾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